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 我觉得是还是五一劳动节 我们跟辽宁队员两个队伍真的在中学赛 现场了三场非常非常高质量的精彩的比赛 两个队伍都是拼尽了全力 我也相信全国球迷也是非常满意 这三场比赛 那我呢 这个带几个老队员 加一个 这个年轻的老队员 一起来开这个新闻发布会 其中还有一个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颁发了这次的MVP 有点这个惊讶 这个在我心目当中 这个MVP 我觉得真的一路走过来 特别不容易的周鹏 真的是我心目当中的MVP 也是这个球队最重要的一个球员 真的如果说没有他在北京队那场比赛当中 那个封盖和最后的这个处理球 我们不可能走到现在 阿联受伤了马上也受伤了 周鹏作为队长 其实在国家队也好 在这个广东队也好 一直默默的奉献 他干的活都是很多时候是看不到的 大家都觉得一个防守一个斜防 哪里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他并不在意他的得分 往后呢去防守篮板补助 从来没有在意过自己的数据 这样的人才是最 这球队最关键最重要的 也是令我最重敬佩的 身为我曾经是他的队友 现在作为教练来说 拥有这样的球员 我特别的自豪 真的从来是亲亲跟坑 没有说过任何的埋怨的话 帮助年轻队员成长 其次我觉得就是 苏维和尔菲在队伍当中 也是中流砥柱 真的是在这个数据上 你们有时候看到 并不是好像很漂亮的数据 但是真的是拼近每一个球量 他们一直都去铺地板球 尔菲无私的给每个同伴去助攻 去穿球 真的是这个年轻队伍的一个榜样 其次赵锐 我刚才其实在现场也说了 在回到广东队以后 真的这个周胖在国家队 和尔菲就写了这个日党顺利书 就这个一年之后成了成为党员 在他们带领下陆续年轻队员 特别的招锐 也是积极要求上进 然后也把这个日党信息书写了 写给了当地政府的这个党支部 带领这些年轻队员也是一个榜样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 你要说家如一宝 一老如有一宝 我们这里只有三个老同志 真的真的是 所以我是个教练来说 是一个福气 那其次呢 这个在常规赛最后三场的时候 提前三场马上受伤了 真的我觉得是对全队最大的这种打击 你知道整个游联赛一个体系建立 你要通过最后常规赛的三场比赛去改变 其实特别困难 所以当时几个老队员真的是 我们沟通的非常多 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这个才有最后的成果 所以我在这里也感谢几个老队员 也这个表扬赵瑞 越来越懂事 越来越成熟 给这几个小胡啊小徐啊 起了个榜样的作用和年轻队员 在这里感谢我的所有的这个队员们 先感谢所有在座的这个媒体朋友们 谢谢 有请周队对本场比赛进行点评 是不是看我们都特别平静 确实我觉得你们也应该特别平静吧 又一次三连罐 一个特别自豪的一个一次又 然后很开心 首先我觉得这个十一罐特别有故事性 因为去年阿联受伤 我们对阿联的承诺就是我们会努力 努力再努力 就去拿个三连罐回来 我们做到了 而且是在马上受伤的情况下 所有人不看好我们的情况下 唉 所有人低估我们的情况下 我们凭着一颗我们追求冠军的心 历尽千金万苦 各种起伏 跌宕的起伏 然后我们最后拿到了总冠军 我们的第十一罐 这第十一罐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没什么特别大意 但对于我来说 十一号十一罐 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 但是我不会满足 我会继续追求我们的这个冠军 然后刚才特别感谢我的主教练 我觉得一个球员的好坏 不在乎于外界给你的评价 而是你的老板 你的主教练对于你的评价 他对于你的肯定 才是你对于你最大的认可 其他的 虽有遗憾 但是不足于让我失去动力 而是会让我更加的去追求 更加的去让自己更去进步 然后虽然年龄不小了 但是也不太大 但是我会继续的丰富自己的技术经验 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 能够再一次创造CBA的历史 谢谢 有请苏伟 很感谢这个 这个足迹当地 就是各个方面能够让这个比赛顺利圆满的去举行 然后到这个比赛的结束 这一个赛季走过来 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还是经历了一些困难 但是大家始终没有去放弃信念 出现了困难之后 我们并不会觉得去 就是像跟这个困难去妥协 我想团队里每一个人也是努力的在克服困难 然后一直走到今天取得这个最后的结果 也是大家一个相互相信 相互扶持 相互鼓励 那么我们这个团队也是有 非常优秀的教练组 有非常优秀的管理层 然后也有很多这个优秀的年轻人 有一些正在当打的 在CBA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老队 我觉得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个团队努力的一个结果 那么作为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能够在宏远这个队打这么长时间 去取得这么多的荣誉 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荣耀 也是对我这整个职业实际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可能以后我退役之后吧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忆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 希望队友们我们的团队 能够去好好享受这个假期 然后再去准备好面对未来的挑战吧 下面有请二飞 首先就是还是说感谢我们这个大一个大集体吧 就从教练组到管理层到球员 每一个人包括队一 他们给我付出的很多 包括就是说我们是有伤病 有疲劳的时候有人受伤 我们队一也付出很多 包括教练组也会及时沟通 看到我们的伤病 就是非常困难 我觉得每个队人都有伤病 包括都没忘了很长时间打不了 小学友上赵瑞 小胡 鹏哥 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很困难 我觉得很多人也不看好我们 但是我们对自己人 就是每一个球员都很相信自己 很相信自己的队友 然后有一个人受伤 我们就用别人去来弥补 是用一个集体来弥补大家的一个缺陷 所以说我们走到今天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团队的胜利 不是一个人的胜利 所以说我觉得非常开心吧 我觉得希望我们这个集体能继续努力 继续在一起 为下一个目标继续冲击一下 谢谢 又请赵瑞 首先很开心嘛 自己人生当中第一个三点惯 其实我最想说的其实就是一句感谢 感谢所有人 感谢我从小接触篮球到现在帮助我 帮助我的人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我不可能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感谢他们信任我 在后面帮助我 无条件的信任我 就让我自己对自己也有很大的信心 我觉得一个人不管 以后你打的好还是不好 就像你平时做人一样 我觉得你要学会感恩 你要知道谁在什么时候帮助你 你才能有以后的一个成就 所以说我很幸运 我身边有很多好的领导 好的伯乐 包括我的朋友 我的队友 所以说这种我现在去到成绩 跟他们都是有联系的 所以说要感谢他们 后面的路肯定还会很难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名职业运动员 包括每个人平时工作也是一样 肯定是希望自己在工作当中 还有你的职业当中是一年比一年有进步 所以说我也希望我以后一年一年 还要稳定的一个进步 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再一次为心中 那个目标去努力 我还是想 我还是比较渴望回到那个舞台 所以说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对 谢谢大家 诶 插一句啊 我觉得赵瑞是我们队里面 最不容易的那一个角色 怎么说呢 我比较稳 二非 苏伟都是比较稳 但是所有人都稳呢 这个队就没有激情了 需要一个里面有一个融合剂 来让这个团队更有一些化学反 赵瑞呢 就充当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呢 他很有激情 但是激情的同时呢 会上脑 会犯一些错误 这种错误呢 甚至于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可能在于外界 或者在于很多 很多球迷的评论方面啊 就是说会 会对于他来说 就是说 会有很多 两方面看吧 一个恶意的批评 我觉得呢 我觉得有这种对友 对于我们对于这种化学反应 是一个特别好的 在我们球队 球员都比较含蓄的时候 他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能量 这个能量呢 有时候很重要 因为尤其在疫情的期间 可能中途的时候 你看每个队都会累 都会状态很差 我们怎么走过来呢 我们就需要这一个活宝 来帮我们调节一下 这个是别的队 体会不到的一个 一个好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 它是 真的是我们对一个 里面的一个分子 一个会裂变的一个分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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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